1962年 印度在中国边境挑衅声势 强占中国大片领土 印度总理尼赫鲁甚至狂妄叫嚣 称中国绝对不敢出兵印度 然而 当毛主席得知此事后 仅仅轻飘飘地说了三个字扫了他 对印自卫反击战随即打响 仅仅用了32天的时间 3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取得完全胜利 将40万印军打得溃不成军 直到印度首都新德里 这一仗把印度人彻底打负了 此后一连50多年 再也不敢惹是生非 那么 这场战争的起因究竟是什么 印度人如此嚣张 他们的底气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在视频开始之前 请各位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下 您的点赞就是对中国军人的最大敬意 中印两国自古以来就是唇齿相依的友好目的 时至今日 虽然两国之间仍然存在某些历史遗留问题 但双方在政治 经济 科技 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整体呈现上扬态势 在国际舞台上可以用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来形容 在世界形势和一些敏感话题的观点上 印度有时会被西方国家牵着鼻子走 有时又会刻意选择与中国保持看反一致 21世纪以来 印度一直谋求在国际局势中打中国派 希望借助中国的力量 增进与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 来为自己的国际地位增添砝码 就拿最近发生的大事件举例 针对2022年8月发生的佩洛西寸台事件 俄罗斯 韩国 巴基斯坦都在第一时间表明态度 坚定认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但是在众多东南亚国家当中 印度方面的态度却显得尤为耐人寻味 他们表示此事的确引发了台海局势的紧张 但其外交司令中从头到尾始终没有提及一个中国原则 很明显站在了一个墙头草的位置 善于左右取巧 顺势而动 另外一个例子 更能够生动地说明 近些年印度对中国的态度 那就是日益密切的美印联合军演 从2002年以来 印度和美国就会在彼此国内交替进行 明为准备战争的年度军演 每到这个时候 两国会选取国内特种部队的精锐之师 进行一系列反恐联合训练 双方对外口径一致 宣称此举是为了提高 两国军队之间的协同作战 但明眼人都明白 他们实际上罪翁之意不在酒 真正的假想敌指向的其实是中国 这一点 从举办军演的地点上 就表现得尤为明显 直到2020年以前 在印度国土上举办的印美军演 一直都选在新德里 西南等离中印边境争议地段 很远的地方 然而到了2022年 一个耐人寻味的变化出现了 最新一次的印美联合演习代号为霹雳 主要内容是在山区地带 各项常规和非常规的特种行动 而这次军演的地点却史无前例的 选择在距离中印边界不到100公里的位置 其背后的用意可谓路人皆知 中国和印度的边境纠纷由来已久 最早要追溯到1914年 当时印度还是英国的殖民地 中国则刚刚进入民国时期不到两年 不论是两个国家的国内局势 还是整个世界的格局 都上处于一种模糊混乱的混沌状态 当时的英印政府外交大臣迈克马钻了历史的空档 在中印边界伪造所谓迈克马红线 这条线一画相当于6个北京大 约9.2万平方公里的阿克赛钦就被画出去了 从地图上看就好像雄鸡的屁股被挖掉了一块 一个多世纪以来 包括历届民国政府及新中国政府 从来没有承认过所谓迈克马红线的合法性 始终坚持阿克赛钦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然而印度方面却死皮赖连 借题发挥 一直咬着这块中国领土不放 最终酿成了两国之间的大规模武装冲突 导致了1962年中印战争的爆发 在上世纪中印 印度在整个第三世界基本上处于唯我独尊的地位 进入21世纪以后 印度在经济军事和国际地位等领域 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 逐渐掌握了各类先进的军事武器和防空系统 甚至还是世界四大非法雍和国的其中一位 但这么多年下来 他们在边界问题上始终不敢和中国硬碰硬 最多也就是拉美国搞搞演习 在国际舆论上做点小动作 从印度政府的角度来说 他们的内心其实非常矛盾 一方面希望中国能够做出让步 另一方面又不想闹得太僵 担心把中国彻底积木 会迫使我们用武力来解决问题 印度对中国一直心怀忌惮 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原来早在1962年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和印度交过手 并且仅仅用了32天的时间 就把他们彻底打服 半个多世纪都不敢来犯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 很快与世界上几十个国家 建立了友好外交关系 在第一批建交的国家名单当中 印度的名字赫然在列 两国之间不仅频繁举行国事访问 还早早地在彼此境内设立了大使馆 两国最高领导人私底下 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时不时还会有书信往来 然而好景不长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为所欲为 把小小的朝鲜半岛搅得天翻地覆 为了粉碎美帝国主义者的邪恶阴谋 毛主席做出了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的最高指示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印度人的狼子野心一下子暴露了出来 他们想当然地认为 中国大部分兵力都已经派上了朝鲜战场 国内必然空虚 想要趁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抢夺争议领土 他们不仅单方面划定两国边境线 还妄图插手解放军对西藏的解放事业 在中国内政和人民利益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 不断给中国施压 挑战中国底线 印度时任总理尼赫鲁甚至还大言不惭地叫嚣 中国绝对不敢拿他们怎么样 印度政府的胡作非为 使两国之间来之不易的有意化为乌有 他们理直气壮地对外宣称 印度摆脱了英国殖民者的统治 赢得了国家独立 有权继承英国留下的一些财产 比如在英国殖民期间划定的所谓迈克马红线 对于这种无理的要求 新中国自然一口回绝 尼赫鲁恼羞成怒 开始屡屡在中印边界上挑起事端 印度先是派遣大量军队 野蛮进驻麦克马红线最前沿 而后又对当地边民挑衅威胁 蓄意制造各种小规模的武装冲突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诸如此类的中印边境摩擦 几乎成了家常变范 更无耻的是 印度政府还贼喊捉贼 一边主动挑事 一边在国际社会上喊云叫区 只要与我国边防部队爆发冲突 就会第一时间打舆论战 把中国诬陷为侵略者一方 骗取其他国家的同情和支持 起初 我国为了争取稳定的国际环境 保障国力的恢复和发展 一直秉持和平解决争端的态度 力求通过外交渠道化解矛盾 然而此时的尼赫鲁早已得意忘形 中国的先礼后兵在他看来 反倒成了软弱好欺负的表现 尼赫鲁心里打着他的算盘 首先 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存在诸多相似之处 都是地大物博 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 印度的土地利用率很高 农业发展也是可圈可点 第二 当时中国被朝鲜战场牵制 尼赫鲁认为我们无法一息二用 绝不敢轻易动用军事力量解决边界问题 第三 尼赫鲁本人来头也不小 早在印度独立战争期间 他就凭借自己的外交才能 赢得了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在背后的支持 到了1962年前后 美苏之间冷战正酣 在这个时候打中国牌 浑水摸鱼 成剑取利 无疑是向老美表明立场 基于以上几点考虑 印度总理尼赫鲁越发肆无忌惮 他们无视中国三番五次抛出的橄榄枝 判定中国就是不敢打 一系列军事侵略行动开始逐渐升级 比如在中国境内建立哨所 甚至武力威胁解放军撤离驻地 1962年9月 印度军队公然越舰 突然向中国边防部队开火 他们在迈克马红县以东地区 集结的多达了1.6万人的重兵 西段上也部署了5600人 包括一个机枪营 6个步兵营 外加整整一个旅 10月20日 东西两线印军同时向我国内进发 揭开了中印边境战争的序幕 面对我国的再三忍让 印度方面变本加厉 一意孤行 伟大领袖毛主席深深明白 忍无可忍无需再忍 大手一挥 霸气地说了三个字扫了他 同一时间 我国西藏边防部队开始着手进行 对印自卫反击战的战前准备 他们发现 印度的军事部署存在明显漏洞 头重脚轻 两翼空虚 于是制定出一套极具针对性的 迂回包抄分割式打法 将敌军切割为几个部分 然后再逐个击破 利用这种战术 解放军一路高揍凯歌 陆续攻占了克林 乃沙泽 果布等战略要地 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 就将来势汹汹的侵略者迅速瓦解 把印度人打得溃不成军 由于深陷我军的包围圈 此时的印军想彻也来不及了 只得滞留在高山密林之中固守待员 妄图靠着天然屏障的壁虎垂死挣扎 11月23日 解放军顺利收复战达妄 标志着迈克马红线以北的中国领土 全数回归 新疆山地平均海拔高 氧气含量少 驻扎在红山头和加洛万河谷的印军 无法适应当地恶寒的气候条件 交战之时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截至11月28日 解放军不仅将中国境内40多个印军据点全部拔除 还深入印度腹地 发起大规模反攻 短短数日就打到了印度首都新德里附近 印度国内陷入混乱 军心民心一片涣散 正当世界各国纷纷猜测中国的下一步举动时 中国却主动放弃了大好局面 陆续撤回了国内 从10月20日印度先发制人算起 3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就将40万印军打得大败而归 毫不费力地取得了对印自卫反击战的胜利 如此神速的进展 以至于在很多国人的心中 这场战争几乎没什么存在感 战争结束后 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发表了外交声明 重申了我国反对战争 爱好和平的外交方针 中方在获得胜利后主动撤军 也表明了我们崇尚和平的一贯立场 呼吁印度方面理性看待历史遗留问题 尽快回到谈判桌上来 用和平的手段解决边境纠纷 反观印度方面 尼赫鲁战前嚣张跋扈的嘴脸 荡然无存 变得消停了许多 短短32天的中印战争 给印度军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 至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再也不敢轻易找中国的麻烦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 我们始终反对任何形式的侵略战争 将坚定不移的与世界上 所有受到压迫和侵略的国家站在一边 但是 如果有任何势力胆敢在领土主权等重大问题上挑战中国 英勇无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必将迎头痛击一切来犯之地 中国和印度不仅同为四大文明古国 彼此之间更是搬不走的邻居 就两国关系而言 何则两利 战则两败 只有和平与发展才符合时代的潮流 一项关于金砖国家的研究数据 列出了未来100年里全球最具发展潜力的国家 排名前二的正是中国和印度 两国只有求同存异 共谋发展 在金融贸易 基础建设 硬件设备等领域优势互补 加强合作 才能成就互惠双赢的光明未来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说出你们的看法 我会更可能多地阅读和回复大家的评论 如果觉得视频